火鍋店內一卷混亂 僅僅二煞遲早闖入 吵顧客 亂刀灰砍 當時正值用餐時間 爸媽媽抱著小孩和嫌犯擦肩而過 現場伴隨孩子哭鬧聲 大家全都嚇壞 早看男子渾身是血 跑到店門口 店家趕緊幫忙叫救護車 整家店都滿的 大家看到他們在砍人的時候 很多人都往外跑 太順便了 25號晚上8點多 嫌犯闖進新北市新莊火鍋店 討債砍人 警方火速追人 12小時內將8名扼煞逮捕歸案 我從來有密武器啊 我從來有密武器啊 結果 結果 怕怎樣 真的只是為了2萬砍對方嗎 警方查出張信祖賢 有傷害毒品等前科 從事放款工作 被砍的蕭欣和胡錫男子 是竹聯邦梅花糖成員 不滿朋友欠債 2萬被張信嫌犯追債 被害人電話中大嗆 有種找我討啊 祖賢氣詐闖進火鍋店追殺 相信男子頭部被砍 胡錫男子左手 腰部中刀送一起救 正確的金額 或者是 是不是有更高的一個借款 金額 這部分 我們警方會來做一個釐清 被砍畫面曝光後 也讓市長侯友宜震怒 区区為了2萬元 砍得如此凶狠 沒把民眾放在眼裡行徑 太過猖狂 記者王志文 陸語心 采訪報導